中华民国工商妇女协会今天拜会花莲县政府 那么特别支持花莲0403震灾复原 捐赠了新台币100万元诊 县长许正卫代表受证并且挥搬感谢状 感谢妇女姐妹们凝聚善心的力量 以实际行动来力挺花莲振兴 县长许正卫表示感谢工商妇女协会前理事长蔡林兰女士 出产知识的捐赠 上款张用于协助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 为新英国小旁的中级永久屋 其实且已经动工了 不管是这礼拜的2024太平洋国际龙洲赛 还是10月19号到10月1号的瑞税温泉区 及安同温泉区的展开 展现花莲的丰富自然资源的活力 花莲企业将花莲作为员工旅游的首选目的 现在在起另外一个这个组合物的方案的部分 在每个人建议 那我真的要谢谢大家 谢谢 因为这部片子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两个月没有在看 因为没事看就会觉得 对 所以就不想把自己的这个 不想一直在情境 一直回到 拉到0403 因为日子要走 一定要往前走 所以我们后来就没有再补充他的新的资料 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这个创会从上一次来 然后看到这个片子看到花莲这样子 他就觉得真的慈悲心 八大愿 所以就说你回去一定要募款 对 我们真的很谢谢 中华民国工商妇女协会理事长何必应感谢现在学生用 用尽与奉献 带领花莲在地面对低增之后 迅速展开重建的工作 在正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幸福团队不仅快速推动灾后复原 还逐步重现花莲的风华 记得继续好久了